欢迎收看小熊老师片子教数学 在前面两集呢 我们介绍了于事定理和音事定理 那其实这两个道理呢 在国中的应用层面都不会太广 只是在高中就会突然之间就是 教一下然后就要很快应用了 所以我会建议在国中我们还是先教过 那另外一方面呢 教音事定理 音事定理是于事定理的特例 我们前面很快的复习一下 如果f of x 它去除以一个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是一次的叫做x-t 它会有一个于事 这个于事应该是常数 因为于事要比除事少一次 那么这样子的话 当我的f of x的x用t带进去的时候 前面这里就应该变0 后面这里就是k 你就会发现这个于数 就是刚好是它的函数值 那这个t带进去的原因是因为 让这个等于0 所以x等于t 那如果今天这个k刚好就等于0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这里就等于 相当于是没东西嘛 所以f of x等于q of x乘上x-t 所以f of x就是x-t的一个备式 那等于0的时候叫音事定理 那不等于0的情况下叫于事定理 那学了音事定理呢 主要就是要延伸过来做一个基础 让我们来学这一张的这个叫做音事分解 音事分解学来做什么呢 其实说穿了是为了更后面一点点 就是在后面一两集我们要介绍 用音事分解法来解二元一次的方程式 来解方程式 而且是有两次的方程式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这里 如果今天5乘上a是0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会想到什么 总不可能5是0吧 那0不可能你都不是0的乘不是0的乘完会是0 所以说5乘以a是0代表这个a是0 对吧 那如果a乘以b是0呢 那代表这个a是0 又或者其实可能a不是0是b是0 那当然ab也可以都是0 那当你在写a等于0或b等于0的时候 就包含了他们两个都可能等于0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成功的把一个 你可以想象我这里是一次 这个是一次 这样乘起来是两次 这个x-1乘x-3 如果我成功的把一个二次次 变成是x-1乘x-3 我说这两个东西乘起来等于0的时候 那你就会知道要嘛x-1应该要等于0 要嘛x-3应该要等于0 这样子这个等式才能成立 那如果x-1等于0的话 的话x等于1 如果x-3等于0的话 那么x等于3 所以这样子这个二次次 他的答案就会是x-1或x-3 x等于1或x等于3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 其实这两个式子如果乘起来就是这个 x平方减4x加3 那所以如果今天我要你解开x平方减4x加3等于0 这样子要求解x 那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讲了 所谓求解一个方程式 就是要你去找出可以使等号成立的时候的x会是多少 那我们刚才有讲了等号要成立必须要你的这个二次次如果可以拆成两项相乘 两个括号相乘那么第一个括号和第二个括号一定要有一个是0 所以x平方减4x加3等于0 因为他可以写成是x-3乘x-1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刚才的这个结果 那得到x等于1或3 因为这里有啦 其实应该要再抄一遍 我们就不抄了 结论就是x等于1或3 这样可以吗 那只是说因为解方程式是你要先会因式分解才去解方程式嘛 所以我们课本在排的时候先不以解方程式为目标啊 课本在介绍因式分解的时候是先以单纯因式分解为 就是让你们练习因式分解 那其实我们学因式分解主要就是要解方程式 只是一开始没有拿方程式出来 那反而会让有一些学生有一种就是啊干嘛要这样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要解方程式 几个去让我们进行因式分解的 技巧或者说前进的方向 第一个提出公因式 那来示范一下 这样子我们要提出公因式 我说这个要进行因式分解 最后要变成一个东西成另外一个框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凡是在外面还有这个加加减减的都不行 他一定要被约束在两个框框里面 你可以在框框里面加加减减 但是最后这两个框框是要乘起来的 所以这就是因式分解 所以要把它变成两个框框乘起来 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今天我有一个6加9 那6加9我可以说他是3乘2加3乘3 所以他其实是两个3和3个3 所以总共有几个3 5个3 这样我们称为提出公因素 他有一个因素3他有一个因素3提出来 留下这两个 这样他就是3乘以5是15 那在我们这里是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提出公因素 既然要提我们叫公因式 既然要提的是公的因式 那一定是有一些同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做提出公因式的时候 去寻找有关系的数字 比如说你注意到这里-2-2-3-3 所以我们要去分组 怎么分呢 比如说-2一组-3一组 对不对并不难想象 -2一组-3一组的时候 这边这一组有什么公因式 有什么公因素 有什么公因式 -2x4次-2x3次 至少就都成了一个-2 那还有呢 这个x4次 这个x3次 其实一定有x平方吧 对不对 你有4次嘛 那我3次嘛 就跟这个 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因素分 要取公因素公倍数 我有一个2乘以3的3次 有一个是2乘以3的平方 那你要取最大公因素 你一定是2要取 然后你3个3 你2个3至少取出 2个出来嘛 对不对 那这是他的最大公因素嘛 来我们来看这里 刚才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提出公因式 那你们一样都有-2 所以可以提出-2 你x4次 你x3次 所以其实是有3次可以提的 x4次提走3次之后 还有1次 3次提走3次之后 还有1喔 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老师们 就是可以停下来 这个x3次提走3次之后 剩什么 让学生来回答 那其实是还会剩1喔 不是剩没有喔 不是0喔 是1喔 然后后面这里喔 这个 加3x平方加3x 所以要怎么办 他可以提出 他们都可以提出3 也都可以提出x嘛 然后剩下 x加 x平方提走x是x 那x提走x 对 剩1喔 这样子 整理成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有讲到 我们最后的目标 是变成两个框框相乘 所以你中间这里还有夹 这样是不OK的 再来看看 左边这一组跟右边这一组 我已经提过了 再来看还有什么相同的 有 他们都有x加1 所以提出x加1 提出x加1 那其实不只提出x加1 因为我这个x加1是乘上-x平方 你这里是乘上3x 所以其实他们都还有一个x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一口气看 完全部该提的东西 没有关系 你看多少提多少 慢慢提一次一次提就好 那这里提走了x加1 然后从这边又提走一个x 所以他剩下-2x平方 这边剩的是正3 那这样子就是他的这个因式分解 我们因式分解追求这个分解到 最减的整系数 所以不去提到变成分数 也不去提到变无理数 所以赚到这里就可以了 来看下面这一题 -4x5次加3x14次-4x3次加 x平方-3x加1 那我念这么多 念了这么长 利用这个时间 不然能不能看出一些特色 我们要怎么分组 会很难吗 会很难吗 还好吧 4 3 1 -4 正3 负1 这个是正4 负3 正1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分拆 这样子分拆开来 那分拆开来这边我们提出x平方 负的 提出负x3次 负x3次 5次拿走3次还剩下4倍x平方 4次拿走3次 正的被提一个负还有负 负3x加1 这样子 来这边 这边的话就没有 没得提 加 加 那你会发现这样子 左边跟右边就都有这个 4x平方-3x加1 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 然后他剩下的是 这边提完了剩-x3次 那这边提完了 剩什么 没剩 剩1 再讲一次剩1 好 来 这个 这个部分 我们刚才这里呢 是因为他如果再拆解下去 他就会变成是分数了 所以我们就不拆了 其实他是可以拆的 这个-2x平方加3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a平方-b平方去处理 对不对 这个负 那你会发现我这个不是负的吗 可以这样吗 因为他这个是加 所以你把它倒过来 他其实是3-2x平方 那3本身是√3的平方-2x 所以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拆 它会变成是√3加√2x乘以√3-√2x 只是我們一般就不這麼做 我們算到整係數拆不開就算了 放整 然後這邊 這個它是可以拆成整係數的 這個是1-x的3次 那因為1是1的3次 所以這個 a的3次-b的3次 如果你們有印象 雖然我沒有說這個要背 但是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我有提到過 a的3次-b的3次 它其實是a-b乘以a平方 加ab-b平方 所以這個1-x的3次 它其實是1-x乘上x平方 加x加1 那前面這個它是沒有得猜 所以它是4x平方-3x加1 這樣子 那這個是答案 透過這一題 來講解一件事情 我們把這一題再算一次 但是用不同的方法算 建議老師 建議老師你就可以教這一題 然後你用這一題 一樣像我這樣子算兩次 為什麼呢? 學生看老師在做音式分解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但是一直問不出口 因為怕問出來 就讓人家覺得自己很笨 就是說 老師我怎麼知道一定要這樣分 那老師說你看啊 這個-4-3-1-4-4-3-1 我們差不多用 正四-3-1 對吧 那所以老師覺得這樣很合理 其實學生也不是說他認為這樣不合理 而是他會想說 老師你不是說要找特色嗎 但是為什麼特色一定是這樣找呢 我為什麼不能這樣找呢 -4-4-4-3-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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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m 欸你看我們剛剛上面互佈 你不是好像就是同樣係數的收一堆 同樣係數的收一堆嘛 那在這裡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我要說的就是用這題來示範 可以了 所以其实因式分解的题目你解题的方向不只有一种 那就是说你分组的时候看你捕捉到了什么 比如说以这题为例呢 没有错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把它变成-4x5次加4x平方 然后加3x4次 然后减3x 然后-x加1 可以那这里提什么这里提-4还有x平方 提-4还有x平方 那你会想说我为什么不提正4x平方就好 可以啦只是我习惯把大的次数变成正的 所以提-4x平方 因为一般都习惯这样写 那你这个负号不提见仁见智 有的老师不认为我错啦 但是有的老师他会认为就是你最大的那个x 他要尽量再能够变成整数的情况下 他要是正的而且最好就是变1 那如果没有办法变成整数的 如果你把它变1 其他的数字会变成不是整数的话 那就算了 所以这边呢他是-4x平方抽出来 那-4抽走了5次抽2次出来是x3次 然后这边他是这个平方抽走了正式抽走了 还被抽了-1所以还剩-1 然后这边抽正3x 然后也是剩下x3次-1 然后这边抽的就是-1 3次-1我刚刚这里忘了三次 可以吗 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收集到了 x3次-1 三个x3次-1 于是我有x3次-1 然后-4x平方加3x-1 这样子 那这个把x3次-1拆开来变成x-1 然后x平方加x加1 然后负号抽出来外面 负的是x平方-3x-1 加1加1 所以这个就是他因式分解的结果 那跟我们刚才 这笔话到中间去 跟我们刚刚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其实我刚刚这个结果 可以把这个1-x也翻过来写 就是变成-x加1 然后把负号提出来 所以他这里写x-1 然后外面加一个负号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那这就是一样 你会发现我们两个算法算出来的结果一样 来看下面这一题 那这题要怎么做呢 其实如果我可以把一个系数抽出来 就是3我可以先抽出来的话 那你会得到3倍的a4次 加4a平方b平方加b4次 这样有没有 加4倍b4次 这样有没有比较好想 如果你有发现它的系数是14的话 其实它是乘法公式 那它是这个3倍的 后面这里其实是a加2b 哦不是a加2b哦 因为它是a平方加2b平方的平方 这个就是这一题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乘法公式去做它 我们可以直接写答案 它是a减3 a减b的3次展开的结果 那如果你不记得怎么办 好我们来做一下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呢 那它要拆其实比较不好拆 但是还是可以的 1 2 3 1 2 3 好 还是可以a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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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下次再来示范拆解它 那这个它拆还是可以拆哦 我们下次再来花力气 教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拆解它 顺便练习一下这个 拆解一个因式分解的其他方式 那目前先让你们知道就是 它是惩罚公式一部分 因式分解x的8次减1 这个x的8次呢 其实是x的4次的平方 然后1是1平方 所以x8次减1 就会变成是a平方-b平方是a加b 然后x4次本身又是x平方的平方 1又是1平方 所以它变成x4次加1乘x平方加1乘x平方-1 那当然它又可以再变成x4次加1乘x平方加1乘x加1乘x解1 下面这个 因式分解这个 那根据刚才的练习 不知道你们有抓到 它是169的系数 所以它是x平方加3y的平方 那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把它拆成两个层 就是写x平方a加3y平方 你不用再写x平方加3y平方-1 你不用再写成x平方-3y平方 然后x平方-3y平方 不用这样子 那 那延伸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这是a平方-1平方 我要不要把它拆开来 变a加b乘a-b呢 其实如果你拆开来的话 它会变成是x平方-3y平方 如果用乘法公式拆 它其实是x-3y和x加3y 那因为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因式分解的准则 就是分到有整数 所以就一般来说 这样不会做下去 不会拆更号3 不过不一定 看你们老师有没有能拆 要拆也是可以 那接着这是我们这次的作业 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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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式分解这个 这用乘法公式分的 这一题 小小提示一下 1 2 3 2 4 6 喔 小小提示 来这一题 看系数 1 1 3 3 3 喔 1 1 2 2 喔 有没有什么 求这个的余式 算算看 算算看 然后因式分解 特别 这个就 这里面的问题就少 小难 小难一点点 分解下列各式 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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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蛮特别的 想想看 如果你想得到 那就很厉害了 这个要怎么猜呢 这个也有点难 这个可以提示一下 提示这个 这个大家来想想 这个提示一下 这个1 1 2 1 1 这个2如果我再剖成两半 它是不是1 1 1 然后1 1 1 最下面这个 1 2 2 2 1 那是不是一样可以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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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对 来 好 大家练习看看 我们介绍到这里